有人称 因为公司太繁忙累了睡着了 他竟然一直陪着我 还帮我聊牙天衣 叫我如何不爱你 照片中张柏芝和儿子是在吃饭 张柏芝累到吃饭的时候睡着了 大儿子路卡斯贴心守护着睡着的妈妈 并且路卡斯很小心的拖着妈妈的下巴 还给妈妈垫上头部以及盖上衣服 把肩膀被妈妈依靠 简直不能太暖心 网友们看到照片后 对路卡斯的暖心举动 其声称赞 表示好友爱好懂事 太可爱了 真是一个暖男 一个是好妈妈 一个是好儿子 大家都知道张柏芝自从于谢特婚离婚后 张柏芝为了抚养好两个儿子 他几乎引退娱乐圈 当成了全职妈妈 并且将两个儿子养得非常好 如今随着孩子的长大 张柏芝付出 他一边照顾儿子 一边忙于工作 各种心惨不言而喻 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 也懂得妈妈的心酸 知道被妈妈分担力所免己的事 也真是令人值得欣慰 只是不知道